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来到2023广告车站 我身边这台是比亚迪最新的一款车型叫海斯07 其实前阵子这台车的一个设计手稿已经在网上公布了 大家看那个手稿会觉得很夸张很运动 那现在这台真车我觉得不能说100%还原的手稿图 反正也有7-80%还原的那种设计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车头或者是整个车车它的车尾都有很多这种肌肉线条隆起 看起来就相当运动 你看这个车艇盖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两条肌肉线条 看起来就相当的运动了 还有它整个前脸也是用了OceanX的一个设计理念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大灯还有下面那个前杠的位置组成了一个X的一个造型 所以看起来也是相当寂静的 另外还有这个LED的热烈行车灯也是很有比亚迪的一个标识的 所以这台车它前脸夜晚点亮起来呢 整个车头的辨识度都相当高了 然后再看一下夏林顿的位置 你看它是有个经济格山 但是不好意思这台车是一个纯电车型 那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DMI呢 我们以后再说看一下侧脸 看到这里这个一字板下面这个轮拱的位置呢 居然有个像这种钢琴烤漆的一个轮拱 那其实呢之前我们看到这轮拱 基本上要不就是和车上同颜色的 要不就是一个塑料的圆漆的 但是呢用这种烤漆的黑轮拱好像还真的挺少见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整个侧脸看起来就没那么低调了 那么好看一下这个轮沽 其实目前这个轮拱是个18英寸吧 我看一下 20英寸的一个高费轮拱 从这个样式看起来呢 好像我们之前看过那个什么 加连滑ST啊或者福克斯ST 都是类似这种战股轮拱的 还有下面这里你看一下 打孔盘刹车 比较低很少见嘛是不是 所以呢 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到 这台海士07未来可能是定位一台 运动性的很强的一台SUV 再看一下细节你看 还有一个摄像头 包括这里也有摄像头 还有前面这里都是有摄像头 那据说呢 目前海士07它未来会搭载 比较迪最新的一套自驾系统 再看一下车脸 整个车脸是不是很扁平的样子 没错 因为它用了这种双拼式的车身 目前说一下它的整个尺寸呢 车长4米8有多 然后轴距也是超过2米9 所以你要看到整个轮子都是布局到 整个车车的一个四个角的 所以看起来整台车就很有运动感 就是很低派的样子 还看一下它上面这个双拼的设计车身呢 不是说整个都是黑的 它是有一条银色杜骨 从A柱一直沿到后面 所以整台车的车顶位置呢 看起来就没那么低调了 再看一下 隐藏式门包手 差点忘了说 看一下车尾 那车尾呢 还是有这种仙背式的造型 包括它整个车门 尾门也是仙背的 还有你看看 有个小小的尾翼啊 挺有意思的 还有它整个贯穿式的灯珠 里面的灯珠设计呢 一颗一颗的看起来相当别致 下面这里 它的比亚迪logo是全新的 据说是你不点亮的时候 就看起来好像现在这样 一个镀隔的 很立体的一个设计 但是说如果点亮起来 整个是红色的 看起来都相当有辨识度 那么好了 类似部分 我们暂时不能拍 那据说呢 这台车同样也是 沿用了BRD 一平台3.0的一套技术 所以它会有很多 一平台3.0的下面的一些细分技术 比如说热门空调是有的 C2B电子设计液体化技术 也是有的 那么它的四驱版本呢 还配备了ITAC 智能扭矩空系统 哦对了 它有后驱和四驱两套版本 那据说呢 它的最长续航能够去到662公里 根据目前晚上的消息 我们猜测这台车的售价 会在20到26万这个区间 那么基本上 这台车的一个近代部分 和大家交代这么多 如果你对这台车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